那你如果发现这个间距调好 其实你的远就会变得多 那如果你间距这些远调整好 你的远就会有点有趣那种状况 2023年台湾灯会将重返台北 为了迎接灯节 信义区公所与信义社区大学合作办理 首编竹灯笼的工作方 邀请师辰国宝级新传讲得主 黄图山先生的工艺家 邱锦段师姿群 教导民众制作竹编灯笼 这个因为明年的这个台北灯会 为了迎接这个灯会的到来 然后我们在5月16号 特别跟区公所 信义社大跟区公所 还有公民会馆一起合作 办了这个非常有趣的 这个传统竹编工艺的一个工作方 那这个工作方呢 我们其实是邀请我们这个 南投的这个竹山 这个很著名的这个黄图山 师辰黄图山国宝大师 竹编工艺师 他有获得这个新传奖 这样的一个一个殊荣 然后他的等于是他的图 等于是师辰黄图山的这个 邱锦段老师 特别然后邀请他的师志群 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灯节的 这个创意的灯笼 那这个灯笼事实上是 我们以前古早的时候 有这个竹夫人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工艺 然后因为以前没有电风扇 然后我们热的时候 就会抱着这个竹夫人 来做一个量下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把这个竹夫人 做一个改良版的一个创意灯笼 那这个也可以当我们在居家的一个灯饰 那还有做一些生活应用的一个结合 我们的竹子 他其实我们都会说 全山去世不留期 为什么 竹子三年就可以成才了 那四年是最好用 最好的时候 那到七年的时候 他的竹子就已经先回过老 他一定要坎道 他一定要坎道 所以我们都说全山去世不留期 那是老师傅的一个口诀 那这时候 所以竹子相对环保 你看竹子要多少年 他才可以成才 那我们竹子三四年 他就可以成才 所以可以大量使用 所以你会现在我们四年 我们沾板 所以我们最常接触到 我们自己办法 这场年 现在竹沾板很多 专业师资群透过影片 和现场教学仔细的解说 让民众体验 早期先人留下来的竹边工艺智慧 从初次接触到顺利完成 参加民众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新益社大指出 预计九月的秋季班新课程 会推出传统竹边工艺 而活动完成的竹边灯笼 明年二月也将和新益区公所 在新益公民会馆联合展出 做这个竹夫人的 这个改良版的灯笼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民众都非常有趣 就是说他的这个竹边的工法 其实他是有应用我们传统的工法 然后用这个竹子 等于是加工过的竹片 然后将来回的穿梭在其中的编织 其实大家都觉得 虽然里面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做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富有巧思 而且需要有一点逻辑 跟一些这个创意 那我觉得民众他们做完都觉得 虽然过程有一点点小难 但是他最后做完都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希望说未来能有机会 能够希望再参与 我们做的这些民众所 做的这些竹边的这个竹夫人的 改良版的一个小灯笼提灯 那我接下来要呼应我们的台北灯节 接下来会有一个展出 预计在明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由这个公民会馆这边 会来做一个联合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观赏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希望在这个新一区 来推广这个传统的竹边工艺 这是非常难得的 就我们在接下来在秋季 会开设相关的课程 也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 透过手作竹边灯笼的活动 让民众更了解竹才的环保与生活应用 也更期待台湾灯会的到来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